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測試的關卡是神廟失聯光 速戰速決高級 我使用的是希臘隊 水希臘 裡面搭配了一隻水鴨 還沒練滿差一點 水鴨來講就是 隨時隨地可以 轉型補血 用這樣的組合來講 個人是覺得 還算不錯因為水妹跟 水不死有點相衝到 水妹跟水不死就是 兩個技能不能同時開 然後盡量補助 希臘的玩法來講 消3會比消4 消5會比消4好 然後再來一個優點是 像這種 那個 4combo以上盾跟 強化盾 強化盾 都可以 用希臘就輕鬆帶過了 這樣我剛講的 缺點就是補血的問題 再來 希臘他落珠 隨機的這個部分 還碰點運氣 所以板上會看到比較少 應該說比較少 比例來講 希臘的比例 會比 北歐來的少 就是這個原因 背宮隊 來講 穩定性會比較好 好 用希臘這樣來打 只要不要 不要太衰 他的 攻擊效率還蠻快的 所以回合速不是問題 穩定度倒是蠻能掌握的 這個時候 開來順序 是先開 克蘇魯再開壓 你可以看台上的珠子 適不適合再開 我來看應該是不用再開壓的 直接這樣就好 我做狀況自己要稍微評估一下 我做狀況自己要稍微評估一下 掉下來 我算一下不好意思 好 哎呀 那個按鈕沒有算 沒有算好 應該沒辦法兩隻送走 鑰子開來補一下 好 因為鑰子CD快 隨便隨便開一下 無所謂 這時候不要衝太快 因為你那個 這兩個要 出滿CD 現在CD32了 所以我這時候 可以先做綠柱的動作 不小心天降 剛剛那個就算了 無所謂 好這個 我是會這樣打 因為怕說 你打他反彈之後 沒有沒有打 右邊沒打死 兩隻一 反彈又被打這樣 所以像現在的話 我可能會做 切開的動作 大概是像這樣切吧 好啊如果他枕頭掉下來 然後就這樣 全體攻擊 基本上應該 就都死了 所以沒差 應該先打有點那隻才對 被他擺消血了 好 又被笑一次 生氣了 真的是 讓他賺到了 賺到別偶兩次的機會 欸這會影響到我們下一關 這問題是在這裡 不要CD應該都OK 喔還好 銀機要上 然後爆發 爆發的話 我建議箱開 好他得開這隻就好 所以如果注意稍微 不要看一下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被按住卡住 剛剛放錯位置 這個蠻危險的 好 我現在還是要吃天將 就是這個 比較 這種不利的地方 是在這裡 這個岸的可以看到 這是岸珠 這個不曉得 應該可能是水珠 這個應該也是水珠 好 但是不確定了 我們就不要去 跟他做一個賭的動作 打過是打過了 可是血了問題 我現在還是CD2 命機先上 邊補邊打 好 好 鴨匙 等一下可以拿來 稍微救命一下 好 鴨匙 等一下可以拿來 稍微救命一下 這樣打 這樣打吧 兩回合 所以我可能這回合先丟好了 想一下 應該會 應該沒問題 好 還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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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應該可以先放 水不死 這樣好像順序怪怪 把我們一回合送走他 不然就跟大家說再見 好不好 省一點時間 速戰速決 好 那個洛珠 有點危險 那我印記疊得夠不夠 好 現在還算夠 好 以上 好像不是很穩定的 打法給大家參考 謝謝大家的觀賞 掰掰